那这部戏呢 已经是拍摄两个月了 经历了准准的选角风波之后呢 除了戏中的男女主角斗志孔和黄胜衣 有很多配角也成了这部戏当中的亮点 比如说金蛇狼军 姜恩俊和瘟仪的扮演者何琴 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武夷山的外景地 看一看他们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姜恩俊 何琴 何声飞天 已经是寒冬时节 电视剧必须见的拍摄现场 却呈现出一片纯亮然的浪漫景象 由于可见剧组队此出场景的打造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拍戏还能杠秋千 在这样美妙的情境中 本该是种不错的享受 但如果没有盘踞在秋千上高露露的绝世武功 也还是有危险的 没有 刚才掉下来了 弧度太大坐不住 有没有害怕呀 坐在上面 没有 这倒不怕 那上面掉一个人 掉下来打到就好了 这个我特别放心 因为我已经拍过很多的这种武侠片了 他们这个都特别特别好 那可是怎么没给你绑上眼啊 就是 因为绑我也绑椅子上 那我掉下来 很美 就像 怎么说呢 因为武侠小说嘛 它有高于生活的东西 就把它很写意 那我说之前 拍摄《荡秋千》的戏浪漫美美 接下来的吊威亚飞天 可就没能那么舒服了 一 二 三 二 三 ح 七公 不行 三公 不要动 别动 不要动 不要弹 现在再弹 没关系 不要动吧 来 一开始挺紧张的 但是掉两次就好多了 好像感觉这样飞来飞去的地方 但是其实累得太疼了 那刚才看你叫的特为怕的样子是真的怕还是只是台词呢 真的怕 因为我虽然拍过很多武装戏 但我都是文戏 像这个可能吊威亚 射雕一次都没有吊威亚的这种戏 所以真还没怎么吊过威亚 对于有过多次拍摄武侠片纪念的焦温俊来说 吊威亚已经是家常电饭 看他身轻无厌弃定神弦 自然已经流露出武林刚手的风度 金神狼君之变脸 李渔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碧血剑》 制片员张继中一直强调 其中很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金神狼君这个人物 哈喽各位天天影视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姜文俊 我现在在武依山拍摄《碧血剑》 饰演的角色叫金神狼君 为什么叫金神狼君呢 包括他的剑 包括他的肢体 我们这次会走向比较稍微有点像蛇的东西 也是我们这次的武器的困难点 那尽量大家去配合去克服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比较 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人 他的武功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我们想要表现一些身法 都是会比较怪一点 让观众眼睛一亮 既然电视剧《碧血剑》已经是多次翻拍 但要把金神狼君的身法动作都设计成蛇的感觉 还是第一次听说 而其中最为神奇和复杂的变化 就是金神狼君向水仪的变脸 那一个就是说变脸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个人家要把这个东西 要从变的三个字画画变形 金神狼君发布 他一种鼓励把他脸就变形了 就像我那样 人没有变 那大体没变 但是呢他的肌肉会变 蛇脸人身 我们还得有些花纹 导演的一般介绍 使我们对金神狼君这个角色 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虽然现在还看不到成片的效果 但金神狼君的变脸效果 的确值得期待 术士 拍摄精英的武侠戏 打斗场面自然是大家关心的焦点 今天这场戏 可是在悬崖边拍摄 这场戏是 安剑青跟原成志打 然后呢 好几个回合 最后原成志被打下悬崖 下了悬崖之后呢 才碰见了金神狼君 虽然演员们是钓着VIA 挂在悬崖边 安全上有所保障 但在这样的高度 即便是站在靠近雪崖的位置上 也已经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没有什么害怕的 拍的比较多了就不害怕了 这个高度你知不知道大概有多少 我昨天还问他们的 可能是只能说是数十米吧 对 二十米三十米都不能确定 刚开始玩神雕侠侣 又敢拍地鞋剑 同样的精英武侠剧 在武打动作和招式上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为那个戏比较飘逸 浪漫一点的 那么这个戏的就是 有历史这个东西比较重一点 因为官兵打呀什么 很多比较实在 这个戏比较大 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比较着实 和人物各方面都不一样